真的是要被向左笑发财了 近日向左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妈妈买的包包 几年前向太送的包 说是比较中性 吊牌还没摘 一直没机会背 现在十块钱败了 因为我背的包包是装肩背 然后我也十年没换 所以有一直的没有机会用 今天十块钱让出 网友直呼 好歹也加个零吧 十块钱谁买到要笑发财了 这要是向太知道了 以后再也不会送自己儿子包了 这个败家儿子 老娘排队买的包包 转手十元送人了 请问哪里买的 倒是发个链接呀 十块钱买不了吃亏 十块钱买不了上当 我愿意出这个钱 人家就不说了 今天就也是十块钱 那今天希望大家满足了 好我们到下一个 更好蓝的一双鞋了 十块钱给到粉丝们 突然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普通人觉得他这个包标价十块 卖出亏死了 但对他们家来说 这点损失不值一提 不过话说回来 郭碧婷真是太幸福了 婚后受到公婆喜欢 向太看儿媳的眼神 满满的爱意藏都藏不住 比看亲女儿还喜欢 这样的婆媳关系谁不爱呢 可能是相处久了 郭碧婷也渐渐跟向太有些相似了 无论是长相 还是衣着打扮 都是一个小向太 向左还是带出五年前 结婚伴手礼 发文 希望和郭碧婷的感情 永不过期 并且要将伴手礼 免费赠送给粉丝 前几天向左发文 力挺郭碧婷 上浪姐担心郭碧婷身体 还未完全恢复 转眼时间好快啊 两人如今都有两个孩子了 抛开向左的演技不谈 这人是真能处 群nov3个子 噢 邦 小次 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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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看